HELLO 各位爸爸妈妈们 欢迎收看这次的聊出孩子心里话 在这里我们会提供各种不同的 想工具、想方法 帮助家长更能陪伴孩子面对一些成长议题 在之前的人际指南系列 我们跟家长分享了孩子在校园中 会遇到不同的人际状况题 也希望这些讨论可以帮助孩子说出内心的感受 但当孩子开不了口时 其实他还是持续的在表达 只是他的想法是藏在一些游戏时 自然而然说出来的故事或习惯里面 连平常随意的小涂鸦可能都会有一些蛛丝马迹 所以接下来的新系列 我们会以表达练习来当做主题 跟家长分享如何用更贴近孩子的方式 像是游戏、手作或故事 让孩子更能顺其自然地说出自己的心声 今天就要带大家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改编游戏当做暖身 接着再更进一步陪孩子创造自己的故事剧情 让他在说故事的过程中 变形、联想跟描述 也能一边组织自己的想法 慢慢累积表达能力 一开始我们可以学一本孩子很喜欢的故事书 让他把故事的主角变成自己 以孩子的名字或是家人的名字作为第一人称 把所有主角出现的段落都读成自己的名字 用这种方式带入自己的视角 说说看这个故事 下面我们会用大家都很熟悉的灰姑娘来做示范 从前从前 有一个善良的女孩叫做大大 每天都被继母和姐姐欺负 被逼着去做出重的工作 身上经常都会沾满了灰尘 因此被取了一个绰号叫做灰大大 有一天 城里的王子举行了舞会 但是继母和姐姐却不让灰大大参加 还要她做很多工作 灰大大非常的难过 这时有一位仙女出现了 爸爸妈妈可以先说一遍给孩子看 会让孩子对于这种 第一人称说故事的方法更加清楚 这样的方式很有趣味性 会让孩子更有意愿主动说故事 就算他已经读过这个故事好多遍了 但是用自己的视角带入会很有参与感跟互动性 这个时候家长可以适时的引导或鼓励孩子 改编故事里的情节 这也是很好让孩子投入故事的方法 像是家长可以带入故事的情境问问看孩子 发生这样的事情身为主角的你会是什么感觉或是想要怎么做呢 增加孩子表达自己看法的兴趣跟动机 善良的仙女把老鼠变成马夫 南瓜变成马车 又变了一套漂亮的衣服和一双玻璃鞋给灰大大穿上 灰大大好开心 但是仙女平行灰大大 晚上十二点无法就会结束了 所有的一切都会恢复原本的样子 一定要在十二点之前离开舞会 今天你就是灰大大哦 你想想灰大大一开始不能去参加舞会 他的心情是什么 到后来他可以去参加舞会了 他的心情又会是什么呢 一开始会觉得为什么只有我不能去 然后就觉得心情不好 可是真的如果去到舞会之后 也会担心说会不会被姐姐们发现 哦原来你是这样感觉的 我了解 如果孩子很进入状况 也可以跟孩子讨论如何把自己的心情 放到故事里面进行改编 比如说灰大大有没有可能在没有被姐姐发现的状况下 偷偷去参加舞会呢 这样就会替故事制造一个新的转折点 或许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发展哦 孩子也会越来越投入在故事里面 舞会大大他有没有可能在不被姐姐发现的状况下 去参加舞会呢 我只要找一个分身 然后在家里帮我打扫 这样子回家的时候 姐姐应该就不会发现了吧 那那个分身 可能会长什么样子 嗯 嗯 啊 扫地机器人 也可以引导孩子如果有什么想法 透通都可以见由改编 在故事里面做出回应 像是如果孩子很愤愤不平 姐姐为什么可以不用做家事 就可以去参加舞会 很不公平 那故事可以怎么改编呢 诶 为什么姐姐她们都可以不做家事 就去参加舞会 这样很不公平耶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觉得故事可以怎么样被改变 姐姐她们到最后也没有成功去舞会 然后啊 因为她们在去舞会的路上迷路了 她们走进了一个迷宫里面 在故事创作的过程中 孩子如果一直很主动的 给予想法和点子 家长可以多多给予支持跟鼓励 不用太严肃计较说 嗯 这里有点不合理或者是太夸张 只要家长的态度越轻松 孩子就会更有意愿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爸爸妈妈可以试试看 暂时放下自己对故事的一些想法 比方说太长啊 或是太短了 或是嗯 故事是不是有点不够丰富的担心 因为对孩子来说 故事就算短短的 故事不是很符合逻辑 也是可以充满乐趣的 经过故事改变热机之后 接着我们就要进入到故事创作的部分了 需要准备的东西有数张白纸 笔 三个袋子 骰子 还有家里的任何小东西 我们会利用角色 物件跟地点 还有行动等四大元素 跟孩子一起自由的创作故事 首先先请孩子找几样自己喜欢的玩偶 这就是故事中的角色 跟家中任何的小东西或是自己的玩具 当作故事中会出现的物件 接着拿出准备好的白纸 跟孩子一起又想象力接融的方式 抛出一些地点 比方说 学校 呃 停车场 或是 外太空 将人物物件跟地点分别装到三个袋子里 除了地点袋子之外 我们要只骰子决定要抽出几个人物跟物件 如果家里面没有骰子 可以在纸条上面写上数字 折起来来代替就可以了 好我们要用骰子来决定 我们要抽几个东西出来 好 好 抽两个东西出来哦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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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我就要这个给你拿这个 故事里没有什么东西 好三个东西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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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我们就要利用抽出来的东西跟孩子一起进行故事创作 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从建立故事的角色开始 跟孩子一起创作故事最有趣也最挑战的部分在于就是如何发展故事的剧情 当我们有了人物地点还有故事中会出现的东西之后 就要想办法找出故事里面的行动也就是所谓的起承转合 爸爸妈妈可以利用以下六个步骤一起跟孩子谈论故事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玩游戏咯 我们要用这些东西来说一个故事 呃 我们先帮他们取名字吧 主角是他 黑糖 他是最喜欢吃苹果的小兔子 然后呢 还有他 红红 红红呢 他会做出很多好吃的苹果料理 他是一个厨师 第一个问题是 诶 那他们是在哪里遇到的 他们是在 停车场 这个是停车场 他们在停车场遇到的 第三个问题是 他们的愿望是什么呢 嗯 黑糖的愿望呢 是他希望可以吃到世界上最好吃的苹果料理 然后呢 红红 他要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苹果料理给黑糖吃 他才能离开停车场 诶 那他们中间有没有发生什么困难 嗯 红红 发现啊 他做不出来世界上最好吃的苹果料理 他很伤脑筋 哦 诶 所以他们最后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红红发现啊 是因为苹果不好 所以呢 才做不出最好吃的苹果料理 所以呢 他就决定 他要自己种苹果树 最后一个问题是 故事的结局是什么 结局就是呢 他们在停车场旁边 然后 红红 请黑糖一起来帮忙种这棵苹果树 然后 两个人一起做出一个最好吃的苹果料理 好他们就一起离开停车场 主角的愿望跟中间遇到的困难是很重要的元素 他会帮助孩子对于故事的推动有一个具体的想象 在创作故事的过程中也可以让孩子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也可以去练习思考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泌 如果孩子在玩故事时有点卡卡的 他其实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酝酿 爸爸妈妈也不一定急着一定要发展一个完整的故事 可以先让孩子用抽出来的物件先玩一下 因为在日常的游戏时光中 其实他们就已经可以很自然的在扮演 并且用自己的玩具扩张故事了 在这种时候 爸爸妈妈反而有机会可以多多观察孩子 孩子就算没有办法马上表达 但他其实也正在学习组织自己的想法 记得给予孩子充足的时间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故事改编跟故事创作的过程中 除了是孩子的表达练习外 也是家长表现出包容和接纳孩子想法的机会 当孩子从实际的经验中 发现自己可以自在的说出任何情结时 相对的更有机会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在亲子游戏中 最重要的其实是互相陪伴和彼此关注 有了这些正向经验之后 孩子才能慢慢建立说出自己心理化和安全感 下一集我们会将故事创作主题延伸 进一步引导孩子用故事创作 来表达自己对学校生活的想法跟期待 并且跟家长分享一些陪伴小技巧 聊出孩子心理化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嗯 嘿嘿嘿嘿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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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